一人一箱 箱子里装满了分类整齐的回收物 黄越级的牙医诊所 如同环保点一般 然后就被他受影响 这些东西有需要的 这些就要环保 2002年黄越级加入 慈济马六甲义诊行列 服务贫困家庭 之后更鼓励其他医师和员工 学习资源回收 至今已经带动 四家牙医诊所落实环保 在慈济其实看了很多影片 看的是那个 我们也自己感受到 整个污染的状况 那天灾又这么多 就很自然的就开始 我是感觉什么东西你做了 人家看得到不会太多 不用刻意去讲 见证黄越级 以身作则的影响力 另一家诊所的林立卫医师 2017年开业 也在诊所内彻底环保行动 这很好啊 其实我了解他们真的很忙 所以你看这一份信 真的很难得 我觉得应该是受得用的影响吧 垃圾如果你没有拿来清洗 就是浪费吃钱 而且那个纸张的话 如果重复的话 不用砍量读书吧 从给你一开始就到现在 就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有时候真的是你能经历 少过你什么都没有做吧 就经历哦 他讲我们一人一点一地的功劳 都会帮助到所有的地区 了解自我价值 善用自己的力量 每一双手都可以动起来 那当然是期望其他的 给你也可以做 开始做一些简单 或者是甚至于更低一样的防保 就是地球是大家的嘛 大爱新闻黄美会 马来西亚报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